在昨天29日下午2點20分 在東山鄉清購路以及羅東正的私益路 查獲涉嫌本匣持槍強盜案的 張姓以及林姓的犯嫌兩人 那起獲被害店家的現金四十餘萬 查扣這個作案的空氣槍電擊棒 刑事已作案的遺物等犯案的物品 那拳案依強盜隊移送宜蘭地鐵署以偵辦 那張姓判嫌在昨天29日上午6點41分 在羅東正公正路段的某限局游泳場 射田持空氣槍與限局棒 進入該住所的櫃骸 指向被害人房姓以及女姓的店員 運行蹲下 並將電擊棒放置在櫃檯的桌上 那致報案人心生畏懼不敢抗拒 強盜店內的現金得逞後 快步逃離並行程機車逃離 那本分局旅行是警察大隊共主專案小組 針對案件發生了現場 由內至外擴大調閱監視器 那經調閱數百隻的路口 以及民間的監視器 那調閱的區域橫跨 羅東 武傑 中山 以及三星地區 那終於發現 犯險一人騎乘坐案機車 那坐案後他沿路草擬 為躲避監視器 鑽繞 巷道 填梗 增加辦案人員的困難度 那在我們辦案人員 發現坐案的車號後 立即查訪車主 那獲之啊 該車已經借給張信的犯險使用 那經過我們多次的監視器的比對 發現張險確實涉嫌重大 我們立即派員在 中山鄉清購路他的租處 將他逮捕到案 那另外跟 依據我們張險他的供述 順利在羅東鎮市運路 查獲林信的當住犯 並在林信的 這個犯險 汽車內 起貨張險 他作案的空氣槍一把 那全案移送 宜蘭地點署偵辦